李泳之美 平安 平安 那我们在座的 有没有喜欢看小说 看电影或者是追剧的 那我想 无论是小说 是电影 还是这些电视电戏剧 如果编得好呢 里面的故事情节 一定是跌宕起步 扑朔迷离 扣人心情 那有时候我们甚至都 分不清故事里面的好人 坏人到底是谁 也不知道我们喜欢的这个主角 到底最后失声 是死 我们看着新奇 看着揪心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旁边有人 告诉我们 剧透一下 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结局 或者我们干脆翻到这个小说的最后一章 跳到这个电影 电视剧的最后一个大结局 看一眼这个最后的一幕 那我们再 回过头来看其他的这些情节 这些章节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自己可以 安安心心地 面对故事中的一个又一个的悬念 那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这样 有很多的起伏跌宕 很多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我们的心也随着不同的境遇 而起起 很多时候 我们很难从昨天的挫折 或者说伤害中释怀 那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又对未知的这个明天 心中有很多的忧虑 而且我们发现拥有的越多 忧虑好像也越多 其实呢 我们的人生不仅可以是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而且还可以有一个精彩的续集 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 他的复活 使我们可以在难处中积极乐观 在绝望中有叛亡 今天经文的头一句 保罗就问 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 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 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 当时是地处希腊文化的中心 当时大部分的希腊人 他们是不相信 死人是可以复活的 许多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也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不容易接受他们 这个使徒们所传的 死人可以复活的这个信息 那今天 很多人其实也不相信 死人可以复活 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 死人复活 我想问在座各位 有见过死人复活了吗 你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了吗 你怎么能够肯定 耶稣是复活了 保罗反复强调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基督也没有复活了 那换句话说呢 死人会复活 是因为基督复活了 那今天我就要先和大家一起来看 基督复活的这个事实 那基督复活是圣经的宣告 是多人的经历 也是历史的事实 在上一个主日 林牧师跟我们一起看了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一部分 那有一些经文说 照圣经说 基督第三天复活了 保罗在这里 是指着我们今天圣经的旧约说的 耶稣基督的受死 复活 其实在多处的旧约圣经中 都有预言 像在诗篇当中 在以赛亚我们刚才还唱的 在但一里 在和西阿苏 约拿苏 撒加利亚苏 很多都有 那其中 最清楚讲到耶稣复活的经文 我想应该是以色列的大卫王 他在诗篇中所说的 那他说 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受坏 这就讲到基督 基督复活 那在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当中 彼得和保罗 在提到基督肉身复活的时候 也常常引用了这篇事 另外呢 保罗在罗马书开篇就说到 论到他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 是从大卫后一生的 按圣赛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 是神的儿子 那像这样提到耶稣复活的经文 其实在神经当中还有很多 那今天我们就不一一举例了 基督复活 不单是圣经的宣告 也是很多人 亲生的经历 那根据约翰福音和 鲁家福音有关基督复活的记载 那我们知道 有很多人其实经历了 见证了耶稣复活 这个神迹当中的神迹 这些见证人 他们当中有曾经被耶稣 赶出七个误会的摩达纳的玛利亚 也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另外的一些妇女 还有很多的门徒 那保罗对这个事情呢 在哥林多前书四五章 有一个很好的总结 他说耶稣复活以后 显现给计划看 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却也有已经睡了 以后显给雅各看 再显给众使徒看 末了也显给我看 保罗在这里为了证明 耶稣基督的复活 列举了耶稣六次 总共六次的显现 而且每次都是有见证人 他们分别是基法 就是彼得 还有十二个使徒 竟然是五百人的弟兄 还有耶稣的弟弟雅各 还有众使徒 包括最后的这个讲保罗自己 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耶稣复活以后 不但是先后显给不同的人 而且还在同一个时间 显给几百的人 而且大家注意 保罗在这个地方还强调 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 这也就是说 那些认为基督 没有从死里复活的人 可以在看到保罗的这封信的时候 马上就去查证 那如果保罗是说谎 他的这个谎言 轻而易举就可以被拆穿 但我们知道保罗所传讲的基督复活 非但没有被拖穿 反而还彻底改变了 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人生 那么反过来就证明了 耶稣基督的复活 这真实性 这真的是一个事实 因为见证了耶稣的复活 的这些门徒 从他们其实原本是受逼迫 而四散到处躲藏了 突然之间 他们居然敢于在公开的场合下 传讲耶稣的复活 那曾经逼迫残害基督徒的扫罗 也成了后来的使徒保罗 为传耶稣复活的福音 而四处奔绑 甚至呢 还最后 身陷牢女之灾 而且最终也是为了福音 而殉道 没有人会为自己 编造的一个谎言去死 更不要说这么多人 前不后继这样去 做这样的事情 那基督教能够发展到今天 正是因为当年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 有那么很多的见证人 这些人亲眼见过 甚至还有人亲手摸过复活的基督 所以保罗才会在经文当中感慨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往来 白传了 你们所信的也是往来 我们白信了 那我们愿意为了传扬耶稣 他们愿意传扬耶稣基督的这个信息 赴汤岛出生入死 这只说明一件事情 他就说耶稣基督真的是复活 要知道即便如此呢 还是有很多人 不相信圣经当中的这些记载 要亲自去调查 收集证据 来推翻基督复活这个神迹 那这些人当中呢 有牛津大学 阿佛大学的教授 有历史学家 也有法律界的权威的人士 有好多这些专业的人士 那其中最出名的 可能就是要算一位叫做 Frank Morrison 莫里逊的英国人 那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 身为英国律师 而他是同时也是新闻记者 这个Frank Morrison 当他听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归时以后呢 觉得这个实在是难以置信的 那于是呢 这位训练有数的职业律师 就决定用法庭审案的一个方式 来审查耶稣复活的这个事实 那师徒要找到其中的破绽 来推翻这个神迹 据说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相近的考察了圣经有关的所有的记载 还有很多其他圣经以外的文献 审查耶稣复活事件当中的所有的人证 故证 结果在大量的确凿的证据的面前呢 他自己不得不承认 基督的复活确实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那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 英文叫Who Moved The Stone 中文翻译的有一个叫做历史性的大生态 也有翻译成坟墓的秘密 那半个世纪以后呢 一位跟莫里逊背景相当的专业人士 也做了一次调查 那这个就是叫李史伯特的一位耶鲁大学的法学硕士 那他也是一个搞新闻的 他是著名的这个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个记者 而且还是获了这个新闻奖 他是在法庭和法事资深的这方面的调查 是非常资深的一个记者和编辑 那他曾经是一个不相信上帝人 而且还非常的藐视和反对基督信仰 那他的妻子呢 在1979年的时候呢 就信主了 那信主以后呢 他发现妻子的人品和性格 都有非常大的改变 那这一切让这个史伯特 就对基督信仰有了兴趣 那他首先想到的是呢 到底有没有可靠的证据 可以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那为了证实圣经的可靠性 并且主耶稣受死复活的真实性 他花了两年的时间 采访了13位美国著名的圣经学者 向他们提出了很多非常不好回答的 很尖锐的问题 那结果呢 在这个无懈可击的这些铁证面前 他在1981年11月8号 就真诚地认为感信主 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助 那他把这13位对圣经学者的采访 后来编成了一本书 那个就是大家熟悉的 The Case for Christ 重审耶稣 那不但如此呢 史伯特还在1987年到2000年之间 在伊利洛伊州的 Win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一个当地的社区教会 做了十多年的牧师 那2017年呢 这个同名电影就在全球上映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那大家如果感兴趣呢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些专业人士 他们的调查结果 让我们就是更多的来确信 基督复活 不单是圣经的宣告 不单是多人的经理 也还是历史的事实 那你可能会说 那我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 但那个都是2000多年前的事情 跟我今天的生活 有什么关系 那接下来呢 我要告诉你 基督的复活 跟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真因为基督复活了 我们可以罪得赦免 我们可以有永恒的盘悟 我们可以活得更精彩 基督复活了 我们可以罪得赦免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保罗说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便是突然 你们仍在罪 就是在基督里 罪了的人也灭亡了 这让我们多少可以了解 基督的复活 和我们能不能脱离罪的捆绑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那在基督复活之前 我们知道 他要先死 对吧 那基督为什么死呢 上个主日的经文中 我们提到 这个 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按照保罗所说 耶稣是为 为我们的罪死了 这里的我们 不单包括 两千多年前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 也包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主耶稣是为你 为你 为你 也为我们而死了 因为祂的复活 因此呢 祂的复活跟我们 每一个人 的这个罪的赦免 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罗马书当中说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那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罪人 没有一个义人 但是上帝 也给我们一个应许 就是说 我们如果 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上帝 叫祂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一口里 恒人就可以得救 可见根据圣经 我们心里相信 大家注意 这个事很确切地在这个地方讲 是要信耶稣基督的复活 这也正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所在 所以保罗强调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所信的便是网人 所传的也是网人 你们仍在罪里 保罗也说 死的毒钩就是罪 所以耶稣的复活 明显表明 祂是胜过了罪 因为祂胜过了死亡 在这里我们同时也要记得 马口福音里面说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那我们说信耶稣 就应当包括 信祂为我们设立了得救的方式 那就是受洗 大家请留意 希腊本身其实和基督的复活 其实也是一脉相有 罗马书中说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祂的死吗 我们记得洗礼归入死 和祂一同埋葬 原始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心生的仰慈 像基督记得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祂死的形状上 与祂联合 也要在祂复活的形状上 与祂联合 因为知道 我们的救人和祂同病十字架 是罪生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务苦 因为离死的人 是托离的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 必与祂同活 那我们北美信义会的 一位神学家 Dr.Jagel 也是教过我 和教过那个郑操的 他有一次在 就问他教会里面的 一位弟兄 他说 你怎么知道 你自己得救呢 那位弟兄回答说呢 我很多年前 那天我在教会里面 我非常感动 我就觉得 我信了耶稣 我也觉得 我得救了 大家看这个 觉得 或者说我们的感觉 其实是靠不住 那今天觉得是 明天可能就觉得不是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 如果有人也这样问你们 你怎么知道 你得救了 你怎么回答 那耶稣的复活 让我们知道 祂就是救主基督 祂就是独一的真神 耶稣为我们锁定的洗礼 就是经历 与基督 同死 同复活 我们是受洗 归入基督的人 罗马属帝都这样 清楚的讲 不是靠单单一个 绝执祷告 就归入基督的人 如果我们真心相信 基督的复活 又按照他所设立的方式 受洗归入基督 我们就必然罪得赦免 也就有得救的确诀 这是圣经的教导 也是上帝的应讯 基督复活 不单是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 还让我们有永恒的盘徨 这一点非常重要 它使我们能够积极地 面对这个未知的明天 那最近跟一个朋友聊天呢 他跟我讲到他的妈妈 最近他是非常恐惧死亡 他妈妈也是七十多岁 人了 那他说呢 最近几年 他妈妈的身体的机能呢 各方面都开始下降 他同时呢 还常常听到 周围这个妈妈的同学 同事就相继 离世了这些消息 所以他妈妈其实相当于是 长期处在这个惊吓当中 那我的这位朋友 他们的他一家人都没有兴趣 对他们来说呢 人死如登灵 人死了以后 不过是一棵黄土 人如果对死后的事 没有保护 没有看过 难免到年老的时候 就会恍惚不爱 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基督徒 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盼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照样在基督里 众人也都要复活 使徒彼得称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 承造自己的大怜悯 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因 根据圣经的这些记载 那我们可以了解 有一天 我们也要像基督那样复活 而且不仅如此 我们将来还会在天家 得着那永存的基因 在启示录当中说到 我们将来回到天家的时候 上帝要插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号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 这些将来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也不能证明 那你可能会问 那我怎么可以对这些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又不能证明的事情 还要去心存盼望呢 那我们的盼望正是藏在 复活的基督里面 因为凭着上帝的应许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而且将来有一天 我们会照样像他一样复活 我们也因此可以去得着天上的基因 享受那个没有死亡 没有悲哀 没有不好 没有疼痛的新的生活 没有疼痛的新的生活 仍然可以有美好的盼望 仍然能够活得平静安稳 那这样的看见呢 也让我们的今天可以活得不在意 大家知道这个马丁路德 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家 那也是我们基督教新教路德中 也是我们信义中的创始人 那在改教运动刚开始的时候 马丁路德因为这个得罪了罗马教廷 不但被恼羞成怒的这个罗马天主教皇 判为异端 还要面对当时群众的很多的非议和责难 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常常处在危机当中 那他感觉肩膀上的这个弹子是越来越重 而且看不到有任何一点的转机 而直到有一天呢 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实在是不能够再担这么重的弹子 实在是不能继续面对眼前这么重重的阻碍 他的信心也随之开始动摇 他非常的沮丧 他一度陷入极度的绝望当中 在他旁边的妻子凯蒂 就旁边这位 当时没有照片啊 只有花香 但应该还是很像 那他看到路德这么沮丧呢 他就很想鼓励鼓励自己的丈夫 在家里面我们都是 但是他不知道从何下手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上帝就给了凯蒂一个办法 那有一天呢 这些朋友让马丁路德出去散心 然后他散心回来呢 还是非常的沮丧 但是他一打开门的时候 就看见妻子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坐在屋子里面 那不但如此呢 他们的几个小孩也穿着是一身黑 坐在妈妈的旁边 安安静止的 那马丁路德就非常惊讶地问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们这是要去参加一个葬礼吗 谁死了 那这个我想跟我中国很像 穿着黑色的衣服 那这个时候妻子呢 就郑重地回答说 你还没有听说吗 上帝死了 马丁路德基本一向大叫起来 这绝对不可能 上帝是不可能死的 上帝是永生的上帝 那他的妻子这个时候就很平静地问 既然上帝没有死 你为什么还是老是这样一副 垂头丧气的样子 这一句话一下就点醒了马丁路德 那他就心里面想 我确实不需要这么忧虑啊 不用自己去扛这么多的重担 好像真的上帝都死的一样 那上帝既然是永生的上帝 那我只要单单地去信套他 他就会帮助我度过难关 路德因此就重拾信心 继续他的改教大爷 直到最后的成功 那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间信仪会的教堂 一起来敬拜上帝 我想我们也应该感谢 马丁路德的妻子凯蒂 那他不单是帮助当年的路德 也帮助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 一起来反省 我们平时在面对生活的压力的时候 面对生活的一些很难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所言所行 是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身上 是有一个死了的上帝呢 还是有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 那我们知道在保罗所处的年代 基督徒 信基督的这些人 经常是要受到逼迫的 那甚至是被家人排挤 还有可能是因此是保持了饥饿 那在那个社会呢 成为基督徒 没有什么像现金的好处 那我们这里讲到的马丁路德 当年其实也吃了不少的苦 那而且就是在今天 在过去的几个月 也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基督徒 我们的弟兄姊妹 在保受各种的逼迫 那如果我们不相信基督 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基督 不相信将来我们 还会进入上帝为我们 预备的永恒的天家 我们就真像保罗所讲的 我们若靠基督是在亲身有此往 就算比那些不幸的宋人更可怜 洪川的三姑奶奶 住在美国东岸的新泽西 今年已经是98岁了 那我们在宾州的时候呢 有机会就去看看她老人家 三姑奶奶住在老人公寓 她有两个非常孝顺的女孩 但她不和她们住在一起 因为她基本上都可以 完全照顾自己的起居生活 不需要人来 那老太太的每个星期天 还去参加礼拜 那礼拜完了 我们送她回去的时候 在车上还跟我们讨论这个讲道 还有什么收获 有时候有什么体会 还是有什么问题 那三姑奶奶 真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其中呢 让我其实印象最深的 是她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那个活活的盼望 大家知道她已经98岁了 那她知道自己其实已经是年纪的老满 在世的日子不多 却一点都不忧愁 也不惧怕 那她几次对我说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 主可以随时接我回家了 而她每次想到很快就要见出面 哇那种心中的喜悦 你就完全是看得到了 那如果我刚才提到的那位朋友 她的妈妈可以像三姑奶奶一样 信耶稣且信耶稣是复活的基督 相信自己死后也可以复活 并且可以跟主在一起 我相信她今天就不会那么的去怕死 甚至呢可以有一份永恒的盼望 可以她可以因此活得快活一些 喜乐一些 那我们对永恒的天下的认识和盼望呢 反过来也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面对今天的人生 圣经说 我们是在世上是客人 是寄居的 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 不能长存 人一辈子活得再怎么风光 再怎么体面 都很短暂 转眼其实 我和洪川搬家去宾州念书的时候呢 我们去的时候就知道 我们只是暂时在那个地方待一段时间 过两年了 毕业了 又会回到下午一 像今天跟大家在一起 那在宾州呢 我们因为有这样的想法呢 就真是像客旅一样 继续在学校的宿舍 那我们的生活也因此呢 相对简单很多 凡是不方便 带回下午一的东西 我们能不买就不买 能将就用的就将就用 那简朴的生活呢 让我们真是可以更好地专注学习 也专注在教队来服事 那同时呢 我们也有相对多的时间 可以来享受生活的宁静 那今天我们回到下午一 但是呢 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我们还是寄居的 还是客人 而且我们所有的人 在座的所有的各位都是一样 我们都有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 那上周春晚 我记得我们团企一起唱了一首歌 叫夏威夷是个好地方 大家给大家记得 夏威夷的确是个好地方 被誉为是人间天堂 但是我们知道 夏威夷再好再美 也不过是人间天堂 不是那个真正的天堂 耶稣基督的复活 给我们有这样的确信 有一天我们不但要死 我们还会复活 我们真正永恒的家 不是在地上 而是在天上 我们虽然没有去过 但那却是我们更美的家乡 我们真正的绿塔 真正的永久居留 permanent residence 是在天上 我们真正的国籍 是天国 the kingdom of heaven 盼望主 复活的基督 今天真是给我们 有这些美好的提醒 并且借着这些提醒 让我们可以更好的 面对我们的人生 可以规划我们的时间 让我们这次活得更有价值 活得更精神 我们一起祷 主耶稣 祢是父母的基督 祢是我们的盼望 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不过是客旅 不过是寄居的 求主给我们 有从祢而来的真智慧 知道怎么样来度过 我们的每一天 也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所做的 可以蒙主约纳 蒙主纪念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